歡迎收看有熊老師 陪你教數學 那我們在這一集呢 要來繼續的探討這個 直角三角形的特殊編長的使用 來填一下這個第三邊 這裡要填多少 這裡要填多少 這裡要填多少呢 如果你在這個前一集或者是前前一集 仔細聽有熊老師在講的話 那你應該會知道這裡不要填2 1比1更號3比2 錯 因為很明顯這個是直角 雖然我沒有畫 那這裡也是 3比4比5 錯 不是 1比2比3 沒有那個比喔 我就說很多學生都會亂背 亂背的話有兩個角度要去調整 第一個你一定要讓他知道 你要背的順序要把斜邊背在後面 第二個就是說你要使用的時候 你一定要捕捉到他的特殊條件 什麼特殊條件呢 我們就先來寫底下這個 記得也把它寫到那邊上面 特殊三邊長我要什麼情況下 我才可以知道 我才可以確定他就是3比4比5 比如說像這樣子 我要怎麼樣才知道這裡真的就是5 他有兩個使用的模式 第一個模式就是這個 椅子直角 我要先知道他是直角 三角性 我已經知道他有直角了 然後 加上 椅子兩邊比 其位置 我已經知道他是直角了 或者 而且我已經知道他兩邊的比 比如說3比4 但是他的位置 否不符合我們那個345的位置 345的話 3跟4是兩股 5是斜邊 要符合我們所知道的位置 這樣子就可以發動 他就是3比4比5 不然的話就沒有 他就不是我們所熟知的 那一個直角三角性 可以嗎 所以要椅子直角 而且椅子兩邊的比例 和他的位置 那這樣子 這是第一種發動方式 他還有一個這個付款 就是第二種 1.1隻A 也是一樣椅子直角 以知直角加上 以知另兩角 加一邊 也就是說 我們要知道 他有直角 然後又要知道他有另外兩個 我們知道的特殊角度 換句話說 就是我們已經知道他的三個角 是我們知道的 通常就是 這個30、60、90啊 45、45、90啊 已經知道他是這樣子比例的情況 知道這樣子角度的情況下 知道其中一邊 那我們要用這一邊去對 他這個特殊的第三邊出來 那你也是一樣是要去對 他到底是哪一角的對邊 而不是隨便亂起 比如說他假如給你一個 這個 這個 假如說這裡45度 對不對 那 2 1比1比2 對嗎 不對 1比1比2的這個1比1 是在2 5 2是在斜邊 所以這個也不是 那會是多少 我們等一下應該會有這一題 等一下再來看 所以這個是他的一種發動條件 就是說我要去使用特殊三邊場 我要以隻指角 又知道他兩邊 和他所在的位置 都吻合我們所熟知的那個位置 就可以用 就可以發動 就好像那個 不知道現在還沒有流行在看遊戲王 遊戲王也不是我小時候流行的 就是這個卡牌 卡牌的遊戲或者是遊戲王 他就會有陷阱卡 或者是他會有這個 我把兩張卡合起來 召喚什麼 真紅眼黑龍之類的 觸發什麼 第三個機關 那我們要如何才可以觸發這個3比4比5 就是你這樣子呢 我要知道他有直角 我要知道他兩邊的比例 還有他們這兩個我知道的邊場 他們的比例的位置 或者是我知道他三個角 他就是我知道的那特別的三個角 然後還知道其中一邊 這是一種 另外一種情形就是我 導過來 以隻三邊比 我曉得已經知道這個三角形 他是3比4比5的話 我就可以推論出直角 這個推論直角 那我剛剛說把這個插到筆記本上面 如果你後面有留位置的話 你把這兩個勾起來 然後寫 我知道這兩個情況的話 我就可以知道第三邊 知其他邊 推論其他邊 推論其他邊 可以嗎 推論其他邊 那或者說我已經知道三邊的比例 我就可以知道他是直角三角形 這個就是我們上一次留下的作業的一個問題 是不是我只要知道他三邊是345 我就知道他就是那個三角形呢 是 那為什麼呢 這個 我們到後面會學到 到了國三上 還是國二下 會學到這個 全等 如果你知道三邊長 你就可以取得這個SSS全等 那他就是固定的那個三角形 如果你知道三邊比 那他就會是這個 我們國三上會學相似型 他就會是SSS相似 他就會是固定那個比例的放大幾倍或縮小幾倍 所以他就是那個那個三角形他放大幾倍或縮小幾倍 所以他一定就是直角三角形 這是這樣子 那我們之前曾經證明過啊 就是我已經知道345了 我把它乘A倍仍然會是直角三角形 仍然符合必是定理 你也可以從這個角度去推論 所以已知三邊長的話 我就可以知道他有直角 我們來看一下剛才這幾個問題把它填起來 所以這裡是多少 那既然他不是我們所知道的1比根號3比2 因為2要在這邊嘛 所以他要用必是定理算這個根號2 這個3 4這邊不知道多少 用必是定理算你把它平方嘛 這是9這平方是16 16減9是7開根號這是根號7 那這個根號21 1加2開根號這是根號3 1加根號2是根號3 那1平方加根號2平方是根號3的平方 1平方加根號3的平方是根號4的平方 這樣子 好 好 來看看這裡 這裡有6個 直角三角形 試試看 試試看來填起來 填那個缺的第三邊 直角都在左下角 OK 然後回來看這個 這6個直角三角形 根號43和根號35 其實你如果用必是定理去算也不會多麻煩 因為它平方就是43 它平方就是35 兩個對減是這個8 所以這個就根號8 根號8是2根號2 那這個立體就是要讓你們知道 其實如果今天你有兩 你有一個直角三角形 然後兩邊都是根號的話 它其實很好算 就是這個減這個就是這個的根號 這個加這個就是這個的根號 所以就是跟43減5是8 那記得把它這個標準化 這一題 5根號513根號5 有沒有注意到5比13 512 13 那直角512 13裡面 13是斜邊5是一股 對 可以 可以嗎 所以它是12根號5 它就是5比12比13 可以嗎 那你用必是定理去算也是可以 這是根號65 這是根號25 對 不對喔 這不是根號65 這是根號169乘母 就喊得算了 所以這個是 12根號5 來 看這一題 所以呢 那這個是多少 你看你如果要用必是定理算的話 就有點麻煩 對不對 有點麻煩 那要怎麼樣算才會比較好算呢 在這樣子的例題裡面 我們就介紹一個概念 我要去找這一邊 我剛剛有說的 它會是符合一個比例 這個比例它其實是1比2 那是1比1更號3比2 沒有錯 可是不管它有沒有特別符合這個特殊比 總之呢 我們可以這麼做 就是我可以把它先約分 我現在抓到了36跟72是1比2 對不對 1比2的話我就先約 先除掉36 你那個 有需要的話 我建議你也把這個也寫在你的筆記本上 除掉36留下1跟2 那這個時候你這個就很好算 它就是1比 根號3比2 這是根號3 對不對 所以第一步 你抓到它有一個比例的時候 你就去約分 讓它變成1跟2 然後變成1比2 1比根號3比2 再乘36回來 所以這裡是36跟號3 可以嗎 那是不是一定要有特別的比例呢 不一定 我隨便舉個例子 如果我這裡是這個 比如說 來一個 26和65 那我們前面 我一再提醒大家去熟悉這些 這個數字的乘出來的結果 如果你發現26和65都是13的倍數 你可以約13 那這樣子這個直角三角形 還會剩下2和5 那這裡是多少 這個用必試定也算 就是4這個是25 所以25-4是21 這裡是根號21 根號21開不出來 然後再乘13回來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這邊是13根號21 可以嗎 它可以省下我們去用必試定理去算搞的數字很大 65的平方26的平方 一個不小心算錯 還要開根號 還要直因數分解 對不對 如果你知道 你可以把它做一個倍數的轉換 轉換完去找到這個比例 再乘回來就可以了 所以這裡這個就是36跟號3 3跟號2 3跟號2 1比1比根號2 所以這裡其實是3根號2的根號2倍 所以是6 3根號2乘以根號2 就是3乘2 再來這裡呢 所以一樣的道理 你看這個根號2根號6 當然你也可以用必試定理去 或者我們再試一次 他們兩個其實有東西可以提 可以提根號2 所以我把它這個除根號2之後 我會得到 根號2除根號2是1 這個根號6提走根號2之後 其實是根號3 所以是1比多少比根號3呢 這裡是根號2 1比根號2比根號3 所以再乘根號2回來 2乘根號2是2 所以這裡其實是2 再來看這裡 2分之根號30 這個是根號30 所以其實它是1比2 直角三角形 1比根號3比2 這個2是斜邊 對 所以這裡是根號3 所以它其實是這個東西乘根號3 那會是多少呢 因為根號30裡面有根號3乘根號10 所以再乘一個根號3 那個兩個根號3就會抽出來 所以它是2分之3的根號10 2分之3乘根號10 就是這一題 那不知道你這六題有沒有對呢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剛才的這些例子都是用編長比 必是定量 如果今天我們用的是這個特殊角度 那這樣子的話呢 要怎麼算 以這一題為例 60度這個是18 那60度的這個直角三角形的話 我就知道它其實是1比根號3比2 我們圈起來 那也就是它是1R 根號3R和2R 現在根號3R是18 那1R是多少 那其實這個1R呢 就是18去除根號3 對不對 根號3R是18 所以R是18去除根號3 那18除根號3是多少呢 在這裡教大家一個知識 除根號A就是乘根號A分之1 那經過有理化的時候 你會把它變成是乘上A分之根號A 所以比如說5除根號3 5除根號3 那就是5乘3分之根號3 所以是3分之5根號3 如果你還不熟悉的話 那個多練習 我們的作業裡面都會有 那盡量讓自己使用這種 進階一步的方式去思考 久了你就會比別人聰明 那再進階一步我們會發現3 它其實有這個根號3乘根號3 所以3自己有的 有辦法跟根號3約掉 當3可以跟根號3約掉 還會生一個根號3 所以如果你拿18去除根號3的時候 18是6乘3 那你把那個3跟根號3約完 還剩一個根號3 所以它會剩6根號3 我們算算看這個6根號3 6根號3如果再乘根號3的話 是不是6乘3就是18 有點類似值因素分解的概念 只是我們之前做值因素分解 都是做整數 那我們現在試著把18變成6乘3 而這個3變成根號3乘根號3 所以約完一個還剩一個 它是6乘根號3乘根號3 所以約完一個還剩一個 所以變6根號3 所以這個1的地方是6根號3 這個2的地方就是1比根號3比2 這個是12根號3 這樣可以嗎 我剛剛把這個地方改一下 要不然原本是錯的 這個有分數 不過這裡有1 那如果你稍微這個眼見一下 你會發現我如果同乘5的話 這裡會得到4 這裡會得到5 十角三角形 一股是4 斜邊是5 這邊是3 那所以我剛才是怎麼樣 同乘5嗎 所以我再把它除回來 這裡其實是這個 寫錯 5分之3 這樣可以嗎 這邊找得到嗎 所以它是5分之4 5分之3 多多練習 多多練習 多看 多練習 來 這裡是45度 所以它是1比1比根號2 根號2的話是8 1是多少 跟剛剛的想法一樣 根號2r是8 那r就是8除根號2 8去除根號2 8自己就有一個2 所以它可以跟根號2約完 還剩根號2 所以它是4根號2 好 再來看這裡 這個是6 這個是4根號3 如果其實看不出來就算了 這個沒有那麼容易看出來 但是呢 在這裡講一下 當這個6 6跟4根號3 你可以試著把它這個 比如說2約掉 它會是3和2根號3 那你會發現 其實它們兩個差2分之根號3倍 這個1比根號3比2 那這個就是它的這個3分之2根號3 對 所以說我如果把它除 除根號3 我把它除根號3的話呢 它其實這裡會得到6除以根號3 我們剛剛說3根根號3約掉會留下2根號3 那它乘兩倍剛好是這個 所以就是要熟啊 很熟的話 你就會發現這兩個其實是根號3比2 這是根號3比2 1是2根號3 它乘根號3就是6 它乘2就是4根號3 所以它有這樣子的這個比例 那不過我剛剛就說 沒看出來就算了 這個本來就不是那麼容易看出來 只是讓大家知道一下 之前的這個作業 我們來練習解一題 這個3-根號2-根號3 根號2-3-根號3 如果你還有印象的話 那其實我們先分組 這個3頭尾有變號 根號2也有變號 但是根號3都是負的 所以其實3-根號2是一組 根號3是一組 可以嗎 所以它會變成a平方-b平方 那麼前面這個a平方呢 它是9加上 a加b平方是a平方加b平方-2ab 所以是9加2是11-2乘3 根號2 所以是-6根號2 再減掉 根號3的平方是3 所以是8-6根號2 這是這一題 可以嗎 那麼這個是我們這次的作業 可以嗎